大韩帝国是个啥 大韩帝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这是一个小国君臣在大国家缝中求生的傲慢 无知和精心的游戏 惨败归来已成为世界历史上的意识和笑柄 韩国人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 尤其是各种毁三观的言论和言论 早已名扬亚洲乃至世界 然而现实是 无论从哪个历史方向看 韩国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国家 只能作为背景和陪衬存在 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 可以说是一个不妥协的小国 但是韩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段帝国时代 这不是一部超越或架空的文艺作品 而是公元1897年建国 公元1910年灭国的大韩帝国 距今仅13年 大国博弈中的奇葩产品 几千年来 在朝鲜半岛的这片小土地上 尽管政权更迭不断 但有一件事始终如一 那就是它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附庸国 然而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 清廷被西南英国打败 清朝甚至他的众多附庸国开始被西方国家渗透和入侵 当然也包括朝鲜 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甲午战争 清朝惨败 眼看着西日的天国竟然被日本这样的罪而小邦打败 这对当时的朝鲜亡国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触动 也让当时的朝鲜高宗李希俊臣忍不住 但开始寻找另一条出路 清朝灭亡 对朝鲜半岛 影响神威 令李希 君臣起了一心 试图借清朝没落之机 改变依附于人的状态多年来 完全独立 不再作为附庸国存在 一时间 朝野上下群情激愤 客界人士纷纷劝说李希称臂 即便是一个公民都未考取的儒生都上书李希称说 我帮虽将域不大 西 黄以来 五千余年正统相传之礼乐文物 但在于是可见韩国人歪曲的历史观也是果而有之 更有神者 以开化派朝鲜模仿 清朝洋务派的组织首领徐在地为首的一伙人 甚至改造了朝鲜人所在的银根门 王国欢迎中国使节独立门 一管木华馆 为中国使馆服务 改名为独立馆 其用意可见一般 当然李希君臣也知道 虽然清朝正在衰落 但沙皇俄国和日本都不是省油的灯 尤其是新兴的日本帝国 堪得无厌也心勃勃 于是李希也沿袭了清朝洋务派以制宜的手段 开始转向俄罗斯制衡日本 而俄罗斯也愿意有这样的马匾档跟随他 所以他一拍即合 矛头指向前任宗主却惨遭失败 伟帝国建立后 李希君臣开始了所谓的光武改革 本质上是山寨模仿清朝的洋务运动 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加强军事 经济和工业建设的现代化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然 沙额的帮助和支持是少不了的 尤其是在军事建设方面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 李希君臣甚至有了对外扩张的念头 他们直接瞄准了中国的前宗主清朝 在李希君和大臣们的潜意识里 遥东地区乃至整个我国东北 都是他们的地盘 当然韩国人也是这么想的 而现在 清朝已经没落了 给了李希君臣们一个可乘之机 因此 在保护散沙额的支持和纵容下 从公元1903年起 李希开始不断出兵越境骚扰 侵占清朝 公元1904年 派出六千名大军 越境入侵辽东地区 不过 此时已成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清朝 虽然濒临死亡 但对付一个曾经的小奴才 还是很轻松的 很快 伟大韩帝国的韦北伐军 对清朝边防军 所击败李希 猛然惊醒 被迫于清朝签订中 韩边界善后 张承这也是清朝为数不多的平等条约之一 再也不敢有任何北伐的想法 但清朝受限于国力和国情 并未进一步反击 这才让李希一伙人逃之夭夭 短命而亡的必然命运 北伐失败 国际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元1905年 被李希军臣认为 极为强大的沙皇俄国 在日俄战争中 被日本打败 失去沙皇俄国的保护伞 强大的外国势力和中间的干部 再加上与日本的全面对抗 曾经的宗主国清平 先半岛已经逐渐落入日本手中 公元1910年 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 成立仅13年的大韩帝国伪政权 走到了尽头 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时已经是伪太上皇的李希 和现任伪皇帝李之 也成为了日本人的俘虏 再次被降级为王爵 大韩帝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这是一个小国君臣 在大国家奉中求生的傲慢 无知和侥幸的游戏 反败归来已成为世界历史上的意识和笑柄 对此 就连后来因鼓吹日韩合并 而被韩国人世卫寒奸的当时的 大韩帝国政治家李永久也认为 李希君臣的旧 李依而言 做法是一夜之间突然改变 五百年的一上段了 意味着与中国这个宗主国的关系 在礼节上完全断绝 在实力上 陆无君 如船 大海 此起国之名烟灾 最后死在情理之中 可见 韩奸李永久看问题 是比较客观和透彻的 不过可惜的是 很多韩国人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 比不上李永久的韩奸 出于激动和无序的民族主义 和极度扭曲的历史观 很多韩国人还对大韩帝国念念不忘 一直念念不忘 比如2020年韩国热播的电视剧国王 永远的君主中 就架起了一个存在于平行世界的大韩帝国 电视剧中的大韩帝国强大而强大 堪称世界级强国这个设定相当韩国 韩国人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也暴露无遗 既不强大也不辉煌的帝国时代早已过去 对于韩国社会来说 帝国梦从未消亡 国民大韩民国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